我再在你手裡 讓我再在你心裡 這個劇 入門喔 我覺得聽音樂很有效 像 其實我算是內線比較發達 就是我本身就 有些人他很悲傷 他不一定有眼淚 可是我算是悲傷的時候 就會有點累的人 我最開始就是聽音樂 然後還是哭出來 然後就是導演就要罵我 我覺得你要被羞辱到一個極致 然後你就覺得說 沒有面子可言了啦 然後從自己以後你就再也不會 身為一個演員 你再也不會害怕讓女人看到你很脆弱的那一面 反正最多臉 最丟臉的你們都看過啦 其實就是要把你的秀情性這樣丟 把你的最後面子的那一面 那個槍給打碎 對 這就是進階了 我們 我們 有的導演不會要求我 有的導演不會很要求整個 可是就得禁止練習耶 對 就是怎麼樣你 情緒很重 但是你的臉就是不能 因為只要人真的放鬆的話 就是只要放鬆 然後就要練習把這邊打開 但是情緒很重這樣 慢慢練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曾知曉曉曉 記得要訂閱東森創作Youtube 支持消息力政我愛你喔